呼圖是這麽看的 從這裏去吧 這裏叫做依賴期 接著過這裏叫做獨立期 接著過來這裏就是商戶依靠 最後就去到這個合一體 我用簡單你能夠明白的 生命開始在這裏 如果用你認識的 一個嬰兒出生 她是吃飯、睡覺 都照顧不到自己的需要 她是肚子餓的 她每天就是要吃飯 然後要哭 我要睡覺 我要抱一天哭 她每一刻發放的就是 照顧我的需要 照顧我的需要 所以在我們出生的嬰兒期 我們是有很多世界 要照顧我們的需要 你是避免不了的 你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個嬰兒 媽媽抱你便沒事了 然後肚子餓 放上去便沒事了 如果突然很肚子 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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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一刻 你媽媽及時趕到 那可能更好些 但你都知道 在你的嬰兒成長期 你沒有可能一百個需要 即時會被回應 有些需要是你可能 耍那麼久 都沒有人理你 去到某個位置 你就會進入 我們叫做罪惡感 那即是甚麼呢 小朋友有一個很有趣的特性 當如果那個世界不理他 他會覺得 是不是我做得不好 媽媽 他會這樣想 我是不是會乖些 爸爸你就會疼我 我是不是乖些 先生你們就會理我 你會開始 跌落就是 如果我真的這麼好的 你們應該來愛我的 但你都不理我 那一定我不夠好 這個是我們 如果你從事幼兒工作 或者問年輕人 你十個問十個 他最後都會告訴你 其實他是不是覺得自己不好 所以爸爸媽媽 爺爺你是不是不愛我 然後他很努力做乖 因為他以為自己有問題 那好了 如果用這個立場 你的小孩會經歷這些事情 大了小學 你仍然有很多需要 我要去買玩具 不給 頑皮 那你就覺得 我一定是頑皮 所以媽媽不買了 你以為這個小孩 有很多需要 拿不到不開心 你以為他有多少 不開心的感覺呢 很多感覺的 所以時候 終於他覺得 有一天 我頂不住了 我現在出來做事了 那我一發發了一遍 你突然發現 你不會再哭了 哭什麼 我不會再哭了 哭有什麼用嗎 如果我哭有用 我當年做小孩的時候 那世界應該對我好 但我哭完 那又怎樣 爸爸又是吵架 姐姐又是吵我 老師又是不理我 所以我難得 現在終於出來做事 我不需要依賴其他人生存 我可以找到工了 我可以搬出來 不用整天被爸爸媽媽吵架 那樣虐待 那你就會發來這邊 那你就會 跟你的依賴感覺 揣線 你就會 沒有感覺 過了去 看來幹什麼 沒有啊 沒有啊 但是當然 你很清楚知道 你的過去 是得而且發生過 那好了 我現在二十歲 出來畢業了 終於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了 那我跟著怎樣 那我當然會很多事情想做 靠自己才出路 哇兩份工 跟著 哇賺到幾萬元 跟著很快就上樓 跟著買到車 跟著很厲害 跟著發覺 果然是靠自己才有出路 果然是要做兩份工 勤力生命才有出路 果然是不要靠人 果然是不要再哭 才是王道的之道 那你猜你會怎樣呢 你就會開始 越來越硬正 勁的了 勁的了 好了 到你三十歲 在這個黃金年齡 你會很勁的 那些人會覺得 哇好厲害啊 到你三十五歲 都更勁的 到四十歲 就開始 開始很累啊 但是不行 厲害 因為是這個厲害 才令我由二十歲到四十歲 二十歲到四十歲 這二十年可以做到公司主席 可以有幾百萬薪金 但是你以為這樣的能量 你猜要揹著多少呢 你猜你今天這樣 你可不可以讓自己休息一個禮拜 不行 休息一個禮拜 那些東西就倒了 要這樣的嘛 怎麼可以不上班 不可以不上班 去旅行都要這樣啊 那可能 頂上班 你可能 一起床就這樣了 到大約九十點左右 如果你的學生 你的公司不打 你由自開 電話響他就這樣了 那就去相機 賣谷 泰國 一接電話就這樣了 基本上就是神經病 那你現在的能量 那怎樣呢 三四十歲的壯年 沒有問題 你應付有餘 但是你要記住 一個四十歲的人 那他怎樣呢 如果我們回顧生命 到底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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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最愛他的父母 生他肉 他都不懂得愛我 他未體驗過無條件愛 他都清楚知道 生命只能靠自己 才可以得到信任 我要有成績好 爸爸媽媽才肯愛我 他有了一層這些東西 所有在他依賴期的時候 那種不開心 不探 償住了 接著二十歲 就這樣 砰砰砰砰 接著 你以為二十歲這樣 會創造了些什麽呢 當然會有些衝突的 老闆不對 就解僱他 嘩 想控制我 我最討人控制我 接著去到 那個partner不對 就分開了 那你想想 你這樣的program 又帶著這樣的童年 你以為那二十至四十歲 你是不是每日輕鬆自在 自由快活這樣呢 當然不是啦 每日怎麽打仗啊 每日鬼上身 那來吧 又來想 那你想想 你去到四十歲了 你會想 怎麽算好呢 但是這樣 就是令我今天可以 幸福快樂的 那你猜你會怎麽呢 沒有辦法的了 繼續 你又繼續這樣 那形形狠狠去到四十五歲 四十五歲 五十多歲了 你已經根皮力揭了 因為你現在已經成為人家的老公 你背著幾層樓 你子女又要大 你又是公司很多一樣東西 你又大仔 你有幾多角色扮演 要靠這個 我聽 那你想一想 一個這樣 比如假設四十五歲的馬一佬 去到這個位置了 那我就問先生 究竟你一個禮拜有幾多機會 給你休息 沒有的 哪裏都要休息 不是頂攏睡覺等 老婆終於睡了 兒子打完機了 外母又不再打你了 跟著那些公司又休息了 可能是某一年 只有一兩天 是你終於可以 唉 你讓我睡一下 行不行 星期日我不想出界 我什麽都不想做 你星期日可不可以讓我睡到三點 出去吧老公 走一下太陽 曬太陽 你讓我休息一下 因爲他心中知道 我陪你去太陽 你以為我要做什麽 又是要開車 又是我 若犯 又把奶奶也載上去 然後休息一下 你以為我要休息嗎 我的辦法已經四十五年 我快要瘋了 那些人 會去到什麽 就是我們恭喜你 通常人到中年 四十幾五十歲 就會砰 我們所謂死亡區